诶 那个谁 把你的衣服脱掉 快点脱掉 啥 你是在说我吗 就是说你呢 你个死青蛙 每天在这里像个什么东西 赶紧给我滚 凭什么 我可是办了营业执照的 在指定去卖青蛙彩合法和规 况且一不违法 二不违规 三不扰民呢 你有什么权利让我滚 我可是这里的物业经理 这片都给我滚 我让你滚 你就必须得滚 不需要理由 你 青蛙人先生 是你点的外卖吧 对 是我的 这位兄弟 既然人家有营业执照 那确实没什么可说的 况且现在到处都在鼓励地摊经济 大家生活都不容易 你就放人家一马吧 你个臭送外卖的 给我闭嘴 这里有你什么事 赶紧跑你的狗腿子去 你怎么还侮辱人呢 太过分了 兄弟别激动 让我来 我说物业经理是吧 你这么有身份的人 弄脏了别人的衣服 总该给个说法吧 不就一身破烂衣什么 多少钱 报个账目上来 所以你这是打算赔钱了 没错 实际上本少钱多呢 实话告诉你吧 我不仅是这里的物业经理 还是这条商业街的太子爷 来做个小小的经理 不过是为了体验基层生活罢了 这是五千块 就你那身破烂衣裳 不够你买一百套的了 只要你给本少道个歉 这些钱全归你 我道歉 明明是你破我一身咖啡 该道歉的是你才对吧 这样吧 只要你给我道个歉 我就给你扫一百万如何 你说什么 区区一个外卖佬 你什么档子 也感觉本少用钱砸人 怕不是脑残智障吧 我不仅要给你扫一百万 还要给在场的美味发手机 别打肿脸充胖子 你买得起吗 这还用买 我苹果十四度领几台了 领的 不幸你进左下角看看 左下角星幅限时热推 限时加了五千台苹果十四Pro Max和华为MateX3折叠手机 升级还配套iPad Pro 不可能了 真有 我折叠屏都发货了 限时一人一份的 还有不限量的华为Mate50 Pro毛鸟 现在进我左下角加速链接下载的 注册就有888 手冲一元还有648神装大礼包 三天五百级 手机平板随便拿 我也试试 我只问一句 如果我真给你扫了一百万呢 但凡你真能扫出一百万 本少就给你扫一千万 此话当真 我堂堂陈家大公子 说话自然是一言九鼎 行 废话少说 收款码打开 你已到账 一百万元 你 你居然真的扫了一百万 你个臭 送外卖的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一百万就多了 那你要是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价 怕是会吓尿吧 哇 这外卖小哥貌似有两把刷子啊 一百万就这样轻轻松松的扫出去了 这怕不是用了老婆本来出风头吧 建议用为叶不带这样的 冲动 太冲动了 来吧 该你了 怎么办 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都已经趴去海口了 该怎么收场啊 一千万虽然不多 但也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啊 要真这么扫出去 我这个月还不得吃土了 我说陈大公子 你该不会想赖账吧 我看八成就是 他脸皮这么厚 赖账就是也不是做不出来 不会吧 堂堂银太集团的太子爷 居然连一千万都拿不出来 他们家不是宣称资产都过千亿了吗 难道是假的 我可听说像这种商业大亨其实都是须有其表 根本不像传闻中那么有钱 其实大多都是在负债经营 不会吧 那连我们普通人都还不如呢 擦 真是太惨了 我靠 照这样传下去 我陈家的股票还不得大跌了 与其懂得蒸发几个亿的市值 还不如就给他一千万送 不就是区区一千万吗 还不够本少吃顿饭的呢 扫就扫 您已到账 一千万元 不错嘛 你陈家公子哥的名声果然不是朗德虚名 既然你一千万拿得如此轻松 那咱们敢不敢再玩大一点 你还想怎么玩 既然你扫了我一千万 我自然也不能表现得太扣啊 不如我扫你一个亿如何 一个亿 不是我说 你一个外卖佬能拿出一百万撑死算顶破天了 要真有一个亿还送什么外卖啊 也不怕被自己的口水呛死 那你敢不敢赌一把 如果我真扫出一个亿来 你就扫我十个亿 行啊 反正让你拿出一个亿来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除非母猪会上出 你已到账 一亿元 我天 这外卖小哥居然真有一个亿 他真的只是个外卖小哥吗 显然不仅如此 这明显是佛家公子哥出来体验生活来了 怎么会这样 我堂堂赢在集团太子爷 虽然干不过一个送外卖 丢人 太多么丢人了 怎么样 陈公子 你不会拿不出十个亿来吧 我 他肯定拿不出来 说什么银太太子爷那是骗人的吧 还以为有多牛呢 居然连十个亿都没有 谁说我没有十个亿 我手上可有百分之五的银太股份呢 光这百分之五就值十个亿了 哦 既然如此 你拿不出现金就用股份的吧 哦 来 这是股份转让协议 签个字吧 你想得美 这么说 你是想卖账吗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是想上财经新闻吗 宣称身家千亿的银太太子爷 总资产竟比不过一个外卖员 这样传出去 你们银太怕是会沦为全世界的笑柄吧 你 你可真够狠啊 不就是百分之五的股份吗 给你就是了 反正仅仅百分之五是不足以让你碰过我们银太的 围阳灵 十分钟之内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是不是要帮我收购银太集团百分之四十六的股份 好的 少爷 马上安排 你小子真是越来越离谱了 我们银太百分之四十六的股份可至少要一百个亿呢 就算你小子能拿出一个亿出来 我就不信还能拿出一百个亿来 区区一百个亿而已 被你说的好像是什么天文数字一样 十分钟后一次会见分晓 少爷 股份已经收购完成 现在您总共持有银太集团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您已成为银太最大的股东 干得漂亮 下个月给你涨工资 兄弟 从现在起 我以银太最大股东的身份 认立你为这条商业界的物业经理 而你陈家大少被fire了